上来从发球这一环节上冲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前一轮的朱婷 当然比较久远的事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 然后是中国再加上古巴 非常漂亮 阎兴叶 造成对方的拦网卧果 四十 朱婷这段时间 确实状态略有点低迷 一方面是跟二船之间的配合 不是太顺畅 中国队来讲 确实是很大的损失 这点中国队还是要高度重视 球发得很好 巴西对失误 漂亮 远兴叶 球发的质量很高 这一船不到位 后三 好的 你看巴西今天 他只要形成这种暴露性强攻 不管是前排也好 后排也好 基本上我们拦网的成功率 都非常成功的 不管是他三个攻守 变攻守谁 他只是个别位置有一些变化 好球 好快球打得非常好 以前也练过杀牌 后来因为身高涨得太快 所以就进入到室内 但应了一句话 是金子总会发光 好球 还是给短天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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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几点攻 现在丁霞应该说盘的还是比较活的 整个几个人的攻调动的都非常好 我怎么也得有一门炮能打开 纳塔利亚在二头位坚硬的位置进攻 这个球 好球